我國高的富豪手潘鎮從 在東京奧運經歷附加賽 再打揍死賽 拿下銅牌 消息傳回台灣 媽媽超開心 有接到很多恭喜的電話 這是幹嘛的 好多人啊 潘鎮從媽媽笑說 8月1號星期天 很多人到場打球 本身擔任干地 沒閒暇時間觀戰 但同事倒是很關心 很高興 不容易 那這個東西也很不容易 他媽媽在苗栗一間俱樂部上班 同事說 一直都有關注潘鎮從比賽 這次一舉奪下奧運銅牌 是台灣之光 也創下我國新紀錄 潘鎮從首輪排在倒數 打到最終輪 一路倒吃甘蔗 先是跟六名選手並列第三 再靠延長賽獲勝 這次妻子擔任干地 奪牌當下興奮永穩 潘媽媽說潘鎮從從小 在高爾夫球場長大 這次奪銅牌 也是個人最佳紀錄 逆轉勝的故事 也打響台灣高球一格的名號 TVPS新聞謝古金苗栗倉報導